现在就要引起我们的下一个话题 那就是猴子的本性 纽承泽导演 斗导 最近的一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可以值得留理师来调侃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 最新的那个新闻 12月5日导演纽承泽被爆出 在拍摄新电影跑马期间 性侵了一名女性工作人员 该消息一出 立即震惊了华人娱乐圈 据台湾媒体报道 该受害女子在案发当天下午 在有人的陪同下赴警察局报案 纽承泽经过一天的沉默之后 12月6日 他在脸书发表声明 我们来看看他 纽承泽发脸书那篇 对 昨晚至今面对拍山倒海的压力 无法入睡 精神状态极差 但我不会逃避责任 我一定会勇敢面对 绝不逃避 明早8点半 我会主动前往大安分局 说明事件经过 当地时间12月7日早上 纽承泽前往大安分局 并在局面待了两个半小时出来后 面对媒体的重重包围 他表示该案件已经进入司法阶段 他会尽力配合调查 等待调查 结果并相信这是一场公正的审判 我们可以把那个 纽承泽的记者会的那个照片拿出来 就是这个 但是呢 纽承泽强调 在司法之外 有一场公审已经在进行了 我已经被判死刑了 纽承泽已经死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所有消息 对于刚才 这个事实 然后呢 我们现在请 James再讲一下 还原一下 他当时涉嫌性侵的过程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过程呢 是这样子 就是说那个纽承泽跟他的工作人员 纽承泽声称啊 他跟那个女工作人员是男女朋友关系 但是呢 女方他有去个医院检查说 他是纽承泽 纽承泽他有performance的问题 所以他用了另外一个 No English 说中文 说中文 OK 对对 OK 就是我们的痘导呢 他不举 于是呢 就用手指 然后导致了 不举 哪个不举 我话要说清楚 羊而不举 对 羊而不举 就是我没有的问题了 反正就是 然后最后呢 那个报道的结果是 女性的下体因为指胶 手指啊 而导致下体出现了多处的 深度的伤害 但是呢 纽承泽却说 这是 That's what I did to my girlfriend 而不是性侵 OK 所以呢 对于这个过程 我用四个字总结一下 斗导 争斗 斗在何处 非常非常顽强勇敢 不举就不举嘛 对不对 为什么还要应来 是啊 对不对 但这里面呢 我觉得呢 这个事情是这样 事实真相 我们还不知道 对 斗导说 但斗导呢 他说 他第一 这个女的是他女朋友 对吧 这里面问题几个关键 第二他也提到说呢 他这个用手指是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惯用的一个方式 对吧 他提到这一点 当然这个女孩子提到跟他说法恰恰相反 第一不是男女朋友斗导呢 一直想打我的主意 我呢都不理他 对吧 第二的话呢 我当时呢 他呢 意图霸王硬上宫 对 最后没有得逞 对 但是呢 因为呢 他这个不举 但是呢 虽然身体不举 手指还是举的 对 对不对 所以呢 被他性侵得逞 所以这是问题的几个关键点 但这里面呢 我先在讲深入 探讨 对 这个问题之前 然后呢 大方向是 我当时看到这个标题 我以为斗导被性侵 导演 斗导性侵 经常会有这种问题 对吧 后来发现呢 原来呢 那这个是斗导 所以呢 我也可以理解 那如果是我们冯小刚 拍芳华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不会变成导演性侵 而且称为导演被侵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斗导也太斗 对不对 这个呢 我觉得所有其他导演都听得很生气 搞得我们导演 好像都是强奸犯似的 对不对 但是这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你看 虽然说有这么多传闻 但是呢 那个斗导 他还是站出来了 他愿意直面 这个问题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您是觉得他是在替自己讨回一点颜面呢 还是说他的确 就是占的值 他真的这些事情自虚无有 我觉得这里面呢 这样来说好了 再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去探讨一下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这个呢 他跟这个女孩子呢 是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这个其实很容易证明是 也很容易证明不是 因为很简单 因为男女朋友之间 肯定会有短信微信来往 或者在台湾可能用浪用的比较多 嗯 对吧 比如男女朋友交往 肯定说 哎 baby what are you doing right now yes what did you have for lunch yes 对吧 干什么 中午吃了什么 嗯 天冷了 stay warm 不要感冒 对不对 这个女人又回应说 知道了 你也是一样 你也不要感冒了 对了 我给你买了一件大衣 对吧 你这个明天送给你 你看这个男女朋友之间呢 会有个来往 嗯 有来有往 才叫男女朋友 对吧 但如果 我们看到平时的通话记录 都是逗倒 一面倒的说 哎 虚寒问暖 这个女人呢 第一 要么是不理 要么呢 就是说 逗倒 我有男朋友的 对 你不要逗 对吧 那么就看出来说 他们关系怎么样 所以这点呢 其实是 比较容易证明 是或者不是 都容易证明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当时这个情况 那个 说男女在一起 然后呢 说 哎 他呢 这个逗倒说 这个不举 用手指性情得逞 这里面是这样的 就是说 他们两个呢 之前有没有性关系 这点非常关键 嗯 如果他们之间 从来没有过性关系 那么表示 是说 逗倒 实际上 真的就是太逗了 到底是半推半救呢 还是 对不对 当然如果之前没有性关系 不代表 逗倒就一定是强奸 但至少呢 就比较倾向于 逗倒强奸的可能性更大 嗯 是这样 对 这是第二点 对吧 所以这个正点 也是很容易印证的 要么有 要么没有 对不对 然后第三点呢 当时呢 据说呢 那个 那个女孩子的老板 也在场 对 和老板先走了 因为那个老板呢 实际上是个重要的证人 他们上人在一起 他们讲话的方式了 他跟这个女孩子的互动了 这个实际上呢 比较容易看出来 他们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嗯 对不对 然后呢 都是我在跟你说话 对不对 那个女孩子来的时候 本来我家带来起走的 我酒喝醉了 然后呢 我就先走了 对 就换句话说 因为我们有重要的证人 就比较可以证明 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当时情况可以证明两点 第一 他们是不是男女朋友 对 第二 当时这个 逗倒跟这个女孩子的互动 之间是怎么样 对 对不对 所以这点呢 其实也是很容易证明 有重要证人的 嗯 是这样的 所以呢 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呢 那么 我觉得这里面呢 这个案件呢 有 探讨的空间 但是 如果说刘律师 你呢 罗雷罗说了半天 究竟 逗倒 干了没有 有没有手指 性侵得逞 这里面是 有没有用手指 逗倒也承认 我也用手指了 问题在于不是 有没有用手指 问题在于这个女孩子 同意不同意 对 对吧 那么如果 我一定要读一把 那么 我赌 逗倒 干了他不该干的事情 逗倒 的确 用手指 性侵女工作人员 厚颜无耻 耍流氓 嗯 那这里面我们就说到 你看 一听到 倒这个字 导演的倒 我 就是说 很多时候 这个这两个字 是很举足轻重的 很多时候 在剧组里面 导演的一句话 那就是军令如山 嗯 那如果他用这种 军令如山的权力 去对待一个非常弱势的身边的女性 如果说真的想借他成名 那就算了 但其实人家 三令五春说 No 那他还是利用这种 剧组的身份和地位 去强迫人家的时候 作为律师 刘律师 您怎么对这种弱势的女性 提出一些保护的建议呢 我个人觉得很简单的事情 就比如说 像我们东哥 那个事情也是一样 前有东哥 后有窦岛 也是一样的 就不要两个单独独处 刮田里下 对吧 如果打个比方 如果窦岛 劫生自安 当时呢 如果这个女孩子的老板走的时候 那窦岛说 那这样我也走了 对吧 前提他们真的不是男女朋友 就不要以后呢 制造这样的一个 给人一个话 对不对 是这样的 所以换句话说 以窦岛 他呢 五十多岁 五十多岁 也老头了 自己也做导演 落航四十年了 这点人情世故 应该是知道 对吧 为什么人家都走 老板走 你跟这女孩 两个单独喝酒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当然他如果这么做 不带话 他就一定强奸 但是呢 至少呢 如果他不强奸 说明了窦岛 要么真的喝太多了 脑子就发糊涂了 要么说明个什么呢 另外一个说明什么 就是说窦岛呢 实际上呢 看似精明 实际愚蠢 对不对 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你没有这个机会 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或者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你说 都要说 我呢 真的想喝酒 没人喝酒 对吧 很简单 全程录像 一个女孩子说 现在你老板走了 不要以后呢 话说不清楚 我们慢慢喝酒 然后你不介意的话 我把这个录影机打开 我们全程录像 就不要到时候呢 以后呢 发生 说不清的事情 对吧 对 那我反过来说好了 那么导演 君临如山 压迫女性 那么如果 一个女性 她认为 导演也是很好栽赃的话 那你觉得 作为一个 就是受民生之所类的 一个窦岛 这样的高端定位 如果说 她真的是被陷害的 那您觉得 她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替自己 证明清白呢 窦岛呢 实际上呢 我个人感觉 窦岛呢 从这个表现来看 我要判断 我觉得窦岛 第一不清白 她证明不了她的清白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 如果她的女孩 真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你为什么要想一夜呢 这什么好想的 事就是说 你说什么 你们不要开玩笑 对吧 我跟这个女的 每个礼拜 见两次面 对吧 在台北 国宾大饭店 对不对 703房间 你们可以查看房间记录 对不对 有话题说就好了吗 对 想了一夜 压力三大 突然想出来说 这个女的 变成是我的女朋友 对吧 真是怎么好想的呢 对 其实我真的觉得 就是说 男女之间的这种事情 真的有时候 你说得轻嘛 说不轻 说得轻嘛 说不轻 就是很多时候 我一谈到 就是说 一扯到性侵 我总觉得里面的蹊跷 就是我一直很想问 刘律师 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 到底 所谓的推和就之间 是真的没有一条 明确的界限吗 这样来说好了 我个人觉得 从男性的立场 不要主动 其实男女之间 真正主动 永远不是男方 永远是女方 所以男追女 隔层三 女追男隔层三 就是这个道理 对吧 女孩子对你有意思 你会感觉到的 各种续航温暖 James 你看 外面下着雨 这个我现在买了件鱼衣 在京东买的 对吧 看你这个穿上刚好 不要淋湿了 你每天做节目 做直播 还要出去采访 对啊 对吧 这个鱼衣先穿上 对啊 对吧 今天拿了个鱼衣 明天你说我要到Ontario采访什么重点物流 James 这边一个头盔 你带上票 投别人 砍一刀 对啊 对吧 这样我就见不到你了 你能感觉得到 对吧 如果头盔没有 是 鱼也没有 你给他送鱼 他还不要 你还没输吗 对吧 是 真的是 很多时候就那个词叫热脸 贴个冷屁股 就是这个道理 很简单 斗岛这个事情很简单 如果他要走的时候 斗岛说 他走我也要走了 如果女孩子说 斗岛你再坐一下 对吧 你这个 你再陪陪我 我会有话跟你说 那么斗岛你知道 他是有意思的 如果斗岛说 这个女人也不挽留 那么人家对你没意思 你就走了嘛 再说了 人家一个小姑娘 你五十几岁一个老头子 你自己真的 他可能年纪跟刘道华相仿 他误以为自己才能刘道华 对吧 他可能觉得 这比刘道华还厉害呢 对 对 对 是的 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你等他到大安分局报案 也有进去之后 就看他发现 是不是比刘道华更厉害 嗯 是这样子的 那么 这里面呢 他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表达 就是说他在那一个 进了大安分局 待了两个半小时之后 面对记者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相信这是一场公正的审判 但其实在司法之外 有一场公审已经在进行了 我已经被判处死刑了 柳成泽已经死了 他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是在说啊 是说台湾的那一个记者的恐怖 就是说 他的那个司法部门还没有出结果 你们的 你们这帮记者 你们的舆论 你们的consensus 已经提前的把我给处死了 那对于这样子的一句话 您是不是有时候 作为刘律师 有时候您也会 因为受名气之所累 那么很多时候 面对一些对您不实的attack 又或者是尚未确定 真实性的attack 但是又像是洪水猛兽一般 向您扑来 您怎么去对待这个事情 不用对待 我觉得呢 第一 这个我不是刘德华 我呢这种困扰到没那么多 都打 我以为是刘德华 我自己每天晚上睡下着 看一下镜子 确定一下 我这个 我还是刘龙柱 不是刘德华 所以我倒没这个困扰 但是偶尔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偶尔这种小困扰 我觉得是这样 遇待皇冠必成其中 怕乐不要进厨房 是的 是的 就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 因为为什么呢 民主国家 它都有言论自由 对 人家有说话的权利 可能对 可能不对 对吧 就好打个比方 我们做节目 常常网上有人把我骂得半死 对不对 甚至把我骂得全死 但是我不生气 对 我看了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 这是你的观点 这个本身没有对 没有不对 横看成岭 撤成风 对不对 你的角度看得跟我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对吧 这个没什么好生气的 这样子 但是呢 我这一点呢 就骂我的话讲一句 你这么痛恨我 还是看我的节目 所以呢 因为这一点 我要谢谢你 哎呦 看来我觉得刘律师 这是非常的 对 海大百川啊